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国际服务业管理 各位同学大家好 那我们欢迎各位再回到我们国际服务业管理这个课程来 那我们今天要跟各位来分享的是第七个讲次 谈到关顾客的体验跟体验的行销 我记得我们在上一个讲次里面 我们邀请了王小姐来跟我们分享一些 他的一些经营的一些想法 那里面也提到说我们今天一个服务业 能够吸引顾客到我们店里面来 所以整个一个故事行销也好 体验行销也好 都必须要去用心的设计 让顾客进来之后留下美好的回忆 所以基本上在这个一个讲次里面 我们就针对整个顾客的体验的部分 跟各位同学一起来做一个分享 那我想在这个体验行销的一个大环境的趋势之下 跟以往传统的行销是有所不同 所以基本上有哪些的差异该如何进行等等 在这个讲次里面要来跟各位来做一些 一些内容的一个介绍 所以我们先来看看我们这一个讲次的学习的目标 一我们跟各位来分享一下传统的行销 跟体验行销的差异 第二个部分来谈谈我们体验行销 到底要注意哪些的购面 第三个部分有关服务消费经验 我们一起来做分享 首先我们谈谈有关传统的行销 跟体验行销 传统的行销在处理的过程里面 通常都用四个批的角度 我如果去把产品设计出来 如果把定价定得恰当 如果把这货铺到通路里面去 让顾客可以接触得到 最后如果做一些推广的动作来进行 所以从一个产品的角度来出发 它属于哪一列商品 应该用哪一种方式来做定价 来做搭配 来做通路 来做销售 所以基本上以往只着重在产品的 这个层面来看 但是我们今天进行到这种体验行销 这种服务业里面就有所不同 因为我们所提供的东西是五型的 那这五型的东西 顾客怎么会了解 我们希望融合了一些种种的设计 在一个店里面把它呈现出来 让顾客进到我们店里面来 感受到它是有所不同的 他在这接受服务的过程里面 留下一些深刻的回忆 那这些要素该怎么做设计 那就是我们在做体验行销 一个最基本的定义了 我想再做一个简单而言 就是说一个体验行销 我就要如果去运用一些情感也好 或者帮助顾客来做思考 甚至一些关联性的自我的肯定 种种的设计进去 让引起顾客对我们商品 或服务的购买的动机 进而在购买之后留下深刻的回忆 这是我们要去做处理的 我想这一个整个体验行销 我想可以利用一下 这个体验行销大师斯密特 他曾经举个很生动的例子 他说这个咖啡豆 如果在美国来做销售的话 一磅一磅来卖的话 大概每一磅大概卖一到两美元 当然我把它变成是自制化的商品 来做销售的话 每一杯每一杯来卖大概零点五元 那如果提供个店面呢 你到店里面来喝 大概一杯买一块钱美元 但是呢 如果我是提供良好的沙发 乐耳的音乐 或者里面可以让你放松心情 种种的一个设计的话 我可能要收的美元 就不只是一块了 可能是三块钱了 所以在这样一个创造 附加价值的过程里面 就是我们体验行销要去做的 我们如何让顾客 在这个消费的情境之中 感受到我们所创造出的附加价值 而愿意付更高的价格 来享受这一个相对的服务 这就是我们体验行销 想要去获取的一个目的 我想整个体验行销的新起 我想跟总统背景是息息相关的 例如说从经济发展来看 早期的农业 都注重在柴货的部分 我可能是自给自除 我种了这么多菜 养这么多鸡 到了吃晚饭的时候 我就把这些菜 一些相关的一个食材 自己去做一个收割 然后可以自己来煮 来使用就可以 但是慢慢的进化到 整个工业革命 之后的工业社会 就完全不同了 或者台湾在工业 一个起步之后 大家纷纷的到一些 加工出口去上班 到工厂来当作业人员 所以基本上不可能在自给自主 他可能会利用下班之后 去买一些食材 回来自己煮 煮一些晚餐买来享用 但是进到服务的经济的一个范畴 又完全不同 以现金来看 在服务业的过程里面 我们可能大多数都在外面用餐 再回家 但是未来到体验经济 不再是自给自主 不再去买食材回来煮 不是只有到餐厅吃饭就满足 我希望在这餐厅用餐的过程里面 我使我得到愉悦 整个气氛是我非常的令我满意 或者在这服务的过程里面 是我让我留下深刻的记忆 而让我愿意再来 所以从整个经济发展来看 我们从农业到工业到服务业 未来走向体验经济 从以往注重柴货 到商品到服务 未来要的是体验 那另外一个角度 也可以从整个科技的发展来看 这科技的发展 科技的苍鸣 造成这产品的一个生命周期 越来越缩短 那越来越缩短 可能要花很多的心思 做很多新产品 新服务的改良或设计 但这些总是有一些落差 增加很多竞争性 那也转而说 我如何去利用一些内心 这顾客消费我这个服务的 内心的附加价值 这种心理价值的提升 来增加我的一个体验 而让顾客愿意再过来 所以慢慢把这种 从实体商品的设计上面 也可以转化到 这种心理的附加价值 来增加的话 那种体验的一个行销 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环 那我们也可以从整个 社会文化的变迁来看 以往这几年来 我们可能大家都忙于 在工作上面 所以对一些素食的产品也好 工业化的制品也好 其实失去了它原本的美味 所以慢慢就有很多的一些 不同的声音出来 要讲究一些比较慢活 要讲究一些热活 慢活慢食等等的一些 社会主张 在以往里面 做我们的一个工业型的 一个产品 我吃得饱了就是了 但是转而过来 我们需要去热活 要慢食 我肯定要尊重这样一个食材 我注重我的传统 我还用我的情感 来尝试这些美食 甚至我要吃的过程 我如果感谢农民 或者我要对 享用的过程 如果对厨师的记忆 得到一些赞赏 得到一些回馈给他 这些都是我们在整个社会 转变的过程里面 这种体验的部分 不断的一个重要性 所以我们可以从刚才说明 你可以发现到 传统的一个行销 跟体验行销是有所不同 那我们可以从下面 来做一个比较 首先我们从行销的重点来看 传统的行销 它比较专注于产品的属性 和效益角度来看 但是我们体验行销 却从顾客的体验 这边来着手的 那第二个我们从产品分类的方式来看 传统的行销 它整个分类是按照产品的属性 和它效益来做分类 例如说按照我所销售的对象是 一个公司行好 叫工业财 卖给消费者 叫消费性的材货 或耐久性的材货 或者消耗性的材货 等等来做分类 但是我们在现今进行体验行销 我们着重是在以消费的情境 来做产品的分类 第三个比较 我们可以从对顾客的假设的角度来看 传统的行销都认为 顾客是一个理性的决策者 就像我们在前面讲试里面所谈的 顾客的价值 我如果以最少的付出 而得到较大的一个效益 来做衡量 所以顾客是一分钱一分货的 但如果从体验行销角度来看 我们确实理性跟感性是并存的 消费者不但注重理性上面 消费性的一个满足之外 他从感性上面所得到的回馈 也是他所重视的 那第四个呢 我们可以从行销研究方法上来看 在以往的传统的行销上面 都用量化与口语 例如说可能用一些问卷的方式 大家可能到餐厅吃了饭 在结账之前发了问卷 你填一填之后 我们会来做一些统计的分析 来了解顾客对我们的相关的建议或意见 或改进之处 或者用口语的方式来做个处理 但是我们体验行销的角度来看 我们的方法跟工具 确实多元的而且奇异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可以发现 这种体验行销跟传统的行销 的确是很大的不同 那到底怎么去做呢 这体验行销我们该怎么去进行 在一个店里面 或在一个商店里面 该怎么做设计 就要谈谈有关体验行销相关的构面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看 今天的第二个重点 谈到体验行销的构面 我想这体验行销大师斯密特 也认为说 我们今天在进行一个行销 未来走向体验行销 但体验行销 如果让顾客在消费之后 留下深刻的印象 那势必在整个提供服务的过程 不管是场所 不管是情境 就该如何去做塑造 那产生体验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就会有这一些的一个构面 要来跟各位做分享 所以整个体验行销的一个策略的构面 包含下来五个群组 第一个是感官的行销的策略 第二个是情感的行销策略 第三是思考的行销策略 第四行动的行销策略 以及关联的行销策略 首先在感官的一个行销策略上面 他的意思是指 我们一个主要是以人的五种感官为主要诉求 能有视觉 听觉 味觉 嗅觉 触觉 等五种感官 经由我们去刺激消费者的知觉 来提供顾客美学 愉悦 兴奋 美丽还有满足 例如说我们今天可能到 一个知名的咖啡店去的话 可以我们进去之后可以发现 那整个店面的设计 灯光的一个安排 那我们非常的快乐 或进去之后有这些 不管商标有他的故事 他的餐音子有他的来源 或者我们今天坐在舒服的沙发上面 或者是听到愉悦的一些音乐 那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喝咖啡的一个放松的心情 非常悠闲 这些都属于体验一环 借我们进去之后的五种感官的做接收的 那第二种我们常用的一个工具 我们可以用到有关情感的行销的策略 那所谓情感的行销策略是指 我们挑动消费者内在的情感 或一些触动他的一些情绪 那促使消费者对整个服务的品牌产生好感 那进而产生愉悦的情感 例如说我们中华三菱汽车好了 整个在做一个销售过程里面 他不就跟你讲车子我本身多好 车子本身是如何 这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一个理性的部分 当然在整个情感方面他注重在整个 幸福家庭的一个主要诉求 所以基本上就把幸福利用的基本配备 以这样一个感性的诉求来吸引 或者以亚都立志饭店来看 需要把自己定位不在舒适的旅馆 而在国际旅客温馨的家 或者说像在台北火车站对面的台湾故事馆 以复古为诉求来增加大家的体验跟情感 所以这也是很常见的一些案例 第三个我们可以从另外一种的策略来看 属于思考的一个行销策略 好 所谓思考行销策略 主要是以创意的方式 创造顾客认知以及解决问题的体验 那经由产生惊奇引起到兴趣 进而能够挑起顾客对产品创意的思考 还有他的一个接受 我想最明显的案例 我们可以发现这几年风行的数位相机 传统的傻瓜相机 当然one touch可以解决很多事 但是可能有他的一些后遗症 例如说他可能拍了 没办法在家里使用 没办法在电脑上连线 能够来做一些处理 但是数位相机问世之后 就势必要去取代这些缺憾 以那当作主要诉求 让顾客可以了解到说 你买我的数位相机 基本上是有增加它的功能性的 这个数位相机可以跟电脑做连线 可以做很多后续的编辑或处理 也可以增加它的一个便利性跟简约性 我的这个记忆卡可以从我们来使用 如果去加强这一些正面的 有关数位相机的思考 就可以引导顾客 往我们所设定的一些途径 来接受我们产品 做新制的改变 来做产品的接收 这属于第三个 那第四个属于这种行动的这种策略 所谓行动策略是指说 消费者希望把这个一个在借由这种影响顾客 生理上的友情的体验 或生活形态与互动 而让顾客产生价值的浮现 我想我们假设去买家具好了 我们去购买这传统的家具店 跟台北市有蛮多条的家电街 到家电街去可以发现 这些桌子椅子落得高高的 这床垫落在整个地方 你看起来不晓得哪一块如何 买回去到底搭不搭 适不适合也不了解 但是如果从这一基地的角度来看 他把整个模拟的情境模拟好 整个消费的情境 你使用情境 一间一间的把它模拟好 你可以从当场的感受里面 来了解到这样一个模式 这样一个形态 适不适合我的房间 这个商品我把它这样来摆设 跟我放在房间里面的摆设 是我可以连接在一起 可以用这种改变 他的一个情境模式 来接受这样一个体验 而进而产生购买 那最后一个谈的是关联的一个行销 那所谓关联的行销策略是综合的上面 感官 情感 思考跟行动等等的诉求 然后进入这些综合之后 可以让消费者在购买的过程之后 产生对自我的认同跟自我的一些提升 例如说我们可以利用关联的行销 可以使消费者投射于一个品牌之中 那形成超越个人现状 与人格的个人体验 那借此消费者可以将个人连接到 现状以外的事物 来形成理想的自我 例如说以美国知名的哈雷汽车为例 好了 那我今天骑乘汽车不是要交通的便利 时间节省 而是我今天骑乘在哈雷汽车上面 是一种新的生活的形态的改变 我在这一个飞驰的过程里面 可以实现自我 可以把我理想自我呈现出来 所以可以利用这五种不同的一些 行销的一个手法 综合之后可以放在我们店里面 我们的公司里面 来设计整套的体验行销 所以在这一个过程里面 可以发现现在很多很多店 都利用这种体验行销也好 故事行销加以搭配 而形成更多更多的顾客满意 好 那我们现在进入 整个服务消费经验的分享 那我们在上个讲次里面 我们也很高兴邀请到 王小华 王小姐 在对谈过程里面 谈到说现在的服务业 整个的故事行销也好 体验行销嘛 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那么这一集里面 也非常感谢王小姐 能够再次立临 针对相关的一个课题 再跟我们同学做一些分享 那么首先还是先请王小姐 跟各位同学 能够打个招呼 老师 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很开心来到这边 跟大家分享 体验行销的部分 我想王小姐 在整个服务业也二十多年了 那在这里面 可能跨越了很多产业 包括餐饮 也包括美农 甚至一些餐饮的顾问 等等的工作 那这二十几年来 当然台湾 但整个服务业的演变过程 我想你也都非常的熟悉 那只是说在整个最近这几年来 体验行销 重要性却是越来越重要 那我想我们还先从餐饮业的角度来看好了 我想这是我们大家都常常会去接触一些行业 大家常会在这边接触一些服务 那如果从一个业者的角度来看 那刚才我们在课堂上谈了 这些不同的手法 该怎么去处理 那不知道您在食物上面 您在进行体验行销的设计上面 大概怎么进行的 其实我也一直很羡慕一些知名的咖啡店 为什么他们咖啡可以从一百多块 四百多块这样卖 还是有很多人愿意去买去喝 还有一些像国泰航空 常总航空 为什么他们的票价 可以卖得比一般航空 航空公司更贵 LV包包为什么那么多钱 也是很多人买 那这个部分我发现 就是说体验行销真的是很重要 那我现在就来根据餐饮业 我自己个人经营 小味豆乳酪饭的这个五感的行销 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那首先就是说视觉的部分 那我在那个 我会很注重从顾客进门 一直到他要离开的时候 他会看到我店里面的所有的东西 所以我会在这些部分 我会做一些加强 比如说装潢 那我会倾向古早味的装潢 还有灯箱一些产品的照片 让顾客直接看到照片 就会联想到说这个东西 它好吃的程度到了哪里 那再来就是桌面 我用复古的桌椅 那个板凳 那再来最重要就是食物 那食物的部分当然那个色香味 那端到他前面 他眼睛看到的是最准的 就是那个量 还有他的那个一些颜色的部分 都会让他感觉到这是一个很好吃的东西 那最后在视觉的部分有一个最重要 最重要就是我们的笑容 那可能顾客 他觉得说今天一进到一家餐厅 他所有的看到的东西装潢 食物或是一些摆设 他都很满意 可是如果你的服务生你的 他的笑容是非常的生硬 或是他根本就是没有笑容 那这个整个餐厅 他的那个评价 他就会大打折扣 那这是视觉的部分 那另外在那个听觉的部分 从顾客进门开始 第一个就是欢迎的话术 那一般我们很习惯 就是对顾客都讲说欢迎光临 那我也会训练我的服务生 就是说不一定每一句话都是欢迎光临 你可能欢迎欢迎 也可以取代欢迎光临 让顾客感觉更亲切 就像家人来到我们家一样 我们不会讲欢迎光临 我们会讲欢迎欢迎这样子 这是话术的部分会做一些改变 那另外我们会看 如果是第一次来的顾客 我们会稍微问一下第一次来吗 那我们会在餐点的部分 也会特别帮他做个介绍 那再来就是音乐的部分 音乐部分如果是在一般普通的用餐时段 我们可能会放比较柔美的音乐 但是如果是比较那个中午用餐时段 或是晚餐 这个比较尖峰的用餐时段 我们就会稍微加快一个音乐的节奏 让顾客用餐可以稍微再快速一点 那听觉的部分 其实我们最强调最强调 还是我们的问候 让顾客感觉到说 他来到这里 好像回到家里用餐一样 那第三个是嗅觉的部分 嗅觉部分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记得在过年前后 我们有时候在里面煮麻油鸡 当天的生意就特别的好 就是顾客走过去 他就闻到那么香的味道 他就走进来了 那这是嗅觉的部分 所以从环境食物一直到洗手间 我们都非常注重这个味道的部分 绝对只能有香味 不能有臭味 那还有我们员工身上的味道 也会很注意这个部分 那再来就是 我一定要让顾客能够秀出我们的服务 让他感觉到说 我们的服务真的是不一样的 那第四个是触觉 他能够顾客来到这一家餐厅 他摸得到的东西 也是一样都要很注意 比如说从走道 他从走道走进来 那他走到桌椅 他摸到的这个桌椅 一定是复古的桌椅 而是不是那种很生硬 很冷的桌椅 那再来就是那个餐具的部分 一般外面餐饮夜速食店 可能用保利隆或什么美奈米的餐具 但是我的餐厅我就用陶碗 让顾客拿到这个碗 就好像回到小时候 拿着碗吃饭的那种感觉 让他有一种不同的触感 那再来就是这个餐具的部分 的清洁也让他拿到 绝对是不会油腻 因为我们不只清洗过后 我们还用烤箱再烤过 让他拿到这个碗以后 他觉得说 真的是一个很特别 很特殊的一个感觉 那另外在顾客结账 要离开的时候 可能找零钱 这个部分是很小的部分 但是我们也会很注意 真的这个零钱 从银行换回来零钱 不见得是干净的 我们甚至有时候 还会再稍微清洗过 再擦干 让顾客拿到 连拿到这个零钱 都是一个很干净 很清新的一个感觉 那就是这个触觉 也可以让顾客 感觉到我们的用心 那另外还有一个 第五个是味觉 那我觉得这味觉 就跟我们买 我们女生买香水一样 他会有一个前中后的味道 那我也是很注重顾客说 他来我这边用餐 他的味觉 就是他用餐前 然后用餐的过程中 还有用餐后 他的味觉感觉是怎么样 所以在很多的调理的部分 我会很用心 比如说像高汤的部分 我就会用一些洋葱 红萝卜 新鲜的蔬菜 去熬汤 那用他的甜味来取代味精 那这个就是尽量就是做到很多事情 让顾客在不知不觉中 他就可以感受到说 我们这家餐饮 然后在五感行销这部分 我们所有的用心 那其实最重要还是 每一个关键的时刻 真的都要很注意 所以刚才谈一个关键时刻 我想我们在做服务业里面 那关键时刻 真的是从迎宾就开始了 你迎宾这样一个话术 你是否设计得宜 或者在这个讲话 这个话术设计好了 讲的人怎么讲 他使我真的把情感带进来 使我真的能够让顾客听到说 就很窩心 那如果在关键时刻 能够让顾客窩心的话 那进来就容易多了 就怕说一进来之前 基本上也没有多大招呼 那外面的机车听得很乱 那进来也不是很方便 不过进来之后 这自动门还没打开 里面都是一些污渍 打开之后进来之后 发现可能声音蛮喧闹的 所以基本上这关键的时刻 其实是蛮多的关键时刻 会影响到我们对这家店的一些体验 是不是能够得到一个真正的满意 所以蛮多 那在这里面也刚才提到说 可能这个迎宾的过程 总是要一些话术 那我想这都需要一些训练 对 对一些员工 我们如果去训练他 那不知道你们在这方面的训练是 大概是怎么在进行 好 我讲一个比较基本的 那个就是对员工的训练 比较基本的三里八卦 就是三种礼貌 然后八卦是八个话术 就是说从顾客进门一直到他离开 就是员工一定要记住这八句话 他就能够很轻松的应付今天客人 让他很满意的进门用餐 然后到离开 那这个三里呢 第一个礼貌是那个招呼的礼貌 那我我会训练员工说客人进门你要行十五度的招呼的礼貌 就是十五度的鞠躬 然后跟客人讲说欢迎欢迎 那客人进到里面要做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会先递上餐巾纸 递上筷子 那会跟他讲说对不起请稍候 那讲对不起请稍候的时候 可能就是鞠躬要比十五度更多一点 三十度 然后然后这个声音呢 就要比较小声一点 就不用太大声 那当顾客很满意我们服务 夸奖我们的时候 我们还有一个谢谢的礼貌 那这谢谢礼貌 声音一定就是要大声 就是代表我们有感激他给我们的回馈 给我们的那个谢谢这样子 那八卦呢 就是说从客人进来的八个八句话 就是说第一句话是欢迎欢迎 那第二句话是请坐请坐 那第三句话是对不起请稍候 对不起让您久等了 那在跟顾客对话中呢 会讲到说他讲什么话 那我们会说是是好好 是的是的好的好的 那再来就是说对不起请稍候 对不起让您久等了 或是顾客有交代什么事情 我们我们会说这件事我负责 然后再来顾客有讲一些事情 我们会回应他我知道我了解 那类似这样子 那最后会讲谢谢谢谢再见再见 就是这样的八句话 在从顾客进门一直到他离开 不管你在跟顾客touch的过程中 只要顾客有跟你讲什么话 我们就用这些话来回应 你千万不能说顾客跟我们讲什么话 就嗯嗯嗯 这样就是感觉没有诚意出来 这样子 所以发现归公司也是花很多心事 在做这些话术的设计 他会因着不同的产业不同 像我们有时候可能在训练一些百货公司的 一些销售人员 他可能他是日系的百货公司 他可能按照你的不同的国的国民 就不同的鞠躬的一个角度 我也会做一些训练 那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 如果从嗅觉来看 我就我前几天就 算是去年去省了 去帮一家公司做诊断 他是卖珠宝的 基本上就说 好像这整个顾客满意度不是很高 那要我去帮他做一些处理 那我发现我们卖珠宝的 那珠宝本来就没有气味 他是一个没有味道的 那这种没有气味的服务员 我们就应该创造出气味出来 让顾客门一打开 自动门一打开 就马上闻到很舒服的香味 一些花花的香味 按照试剂如果做一些更换 这是如果我们今天所销售商品 是没有气味的话 可能在这方面该是我去做处理 那当然我那一次去的话 就发现完全不是这样 这也是一个负面的教材 我就到那边去 我用这个下午的时间去 把门一打开 我门就关了就走了 因为我把门一打开 里面所传出的味道是臭豆腐 还有那个面线的味道 那这个高的价格的一个产品 但是服务人员可能没有时间吃饭 那个时间再来做一些用餐 但是这个可能地点时机 或这个味道可能不太适合 所以我们今天再做一个整个感官里面 然后我想从这五个 刚才从王小姐 这五个感官的一个分享 就可以了解到 其实我们在经营一个体验这个部分 其实要花很多信资 做后续的设计的 如果就前面我们所感受到的前场 当然欢迎光临 很快乐等等 但是我们在后场的设计上面 却如果去把这些相关的一个经验 相关的一些想要做到的一些承诺 化成SOP 我记得我曾经也有一家咖啡店 蛮知名的咖啡店 他们在讲欢迎光临 就花很多时间 他说他在教导他的员工说 你要讲欢迎光临的时候 你要往里面想到三件事 第一件事你要谢谢这个顾客 他从那么多的竞争者里面挑到了我 他没有挑到别人 你要谢谢他 第二个是我们非常失礼 他居然自己把门打开进来 我都没有好好去帮他打开门 所以这是我要谢谢他的地方 第三个你要想要讲欢迎光临的时候 你要特别想到 如果他没有在众多里面选到我们 没有自己把门打开 进来的话 你就没有薪水了 所以从这种种一个后面的 一些训练的哲学 那可以发现说在整个服务业 这种体验行销方面 我想还是有一段漫长的路要去走 我想在刚才这个王小姐所谈的这些的一个做法里面 都可以提供各位同学很多很多的借鉴 所以我们今天的课程里面 从这体验行销的观点 也跟各位同学做个介绍 我们今天体验行销的连带的来临 这体验行销有哪些不同的行销策略 这五种有哪些的手法 该怎么去做组合 那我们也更高兴的从这个王小姐的这个整个对谈的里面 也了解到在实物上 这五感的感官性 叫上面的做法 那非常谢谢王小姐的一个一个来临 也谢谢各位同学 能够在这个课程里面 有些学习的收获 我们在今天课程就进到这边 谢谢各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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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宙浩瀚 知识无穷 华世教育文化之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